今天我们是西伯来历的9月初期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Parsha 叫Parsha Vayigash Vayigash 可能是整本土耳里边 的一个最独特的一个Parsha 它独特的地方在于 Yosef 约瑟和耶护达 犹大 那么面对面 那么这个场景 在托拉里边 在卡巴里边 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 因为约瑟和犹大 两个支派 那么在拉比的传统里边 用来对应两个弥赛亚 在拉比的传统里边 有两个弥赛亚 一个叫做Mashiach Ben Yosef 约瑟的儿子 弥赛亚 另外一个叫Mashiach Ben David 大魏的儿子 弥赛亚 这两个弥赛亚的概念 在拉比传统里边 根深蒂固 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 认为第一个弥赛亚要死 叫Mashiach Ben Yosef 那么第二个弥赛亚 Mashiach Ben David 要做王 那么尽管 在拉比的传统里边 认为是两个弥赛亚 那么在我们 以色列渔民的学习过程当中 那么通过学习 奥密成解经 数字等等等等 那么将这个概念 做了澄清 什么澄清 那么并不是有两个弥赛亚 而是同一个弥赛亚 分两次来 那么这个概念 在犹太拉比的传统里边 是没有的 那么在基督徒的传统里边 是有的 叫复灵 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 那么所有这些奥秘 那么都隐藏在土耳里边 我们以前给大家 做了大量的 相关话题的分解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的亮光是什么呢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的亮光 是关于三连数 什么叫三连数 三个数字重复 111223334445666777888999 三连数只有九个数字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设计到这个话题呢 那么这个在拉比的这个哈巴 这个哈西多的哈巴 第一代拉比 叫auterity 那么它有一句名言 什么名言 叫live with time 对吧 与时间 同 生活 活着 对吧 这个中文的翻译 如果你想把它翻译成叫 与时俱进 也是比较恰当的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 就是说每个星期 我们要学习一个 帕拉侠 那么神的整个设计 是按照这个帕拉侠里边的内容 来设计安排 我们每个星期的生活和工作 意思就是说 从更深层的层面 每个星期发生的事情 都能够在 每个星期要学习的 帕拉侠里边 找到 一个关系 这是一个 这个哈巴的第一代拉比 提出的一个观点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这边有个问题 是live with time 对吧 with 而不是without live with time 与时间 共 生存 与时间 同呼吸 对吧 这个与时间的 这个频率 共振 共同的 这个 跳动 对吧 这个中文你怎么样翻译都可以 它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每个星期 一些仿佛很平凡的事情 琐碎的事情 一个不经意的问题 甚至都能够找到 这个星期的 帕拉侠里边的内容 那么在我思考 这个星期的学习的 这个过程当中 对吧 收到了这个 微信里边的问题 关于三连树 那么这个三连树 一下就打开了我的眼睛 为什么 因为在这个星期 约瑟 和 这个尤大 相见 这个场景当中 有一句名言 这是 这是一句相当有名的名言 这个大家 我们可以先翻到 333这个数字 这个名言就是 当尤大主动 靠近约瑟的时候 这个星期的 这个帕拉侠叫 Vayagash Vayagash 他靠近他 尤大主动靠近约瑟 约瑟因此 揭开了自己的面纱 说了一句话 Ali Yosef 我是约瑟 How old are we Hi 我父亲 还活着吗 那么这节经文 是一句名言 那么在拉比界 有很多的解经 是一个解经的重点 比方说 这个Zohar 比较有名的解经 说这句话 是将来神 在审判我们的时候 要问的一句话 对吧 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 是揭开神秘的面纱 是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的时候 那么这节经文的西伯来文 Ali Yosef How old are we Hi 它的数字 是333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灵感 或许 那么这个星期 我们要学习的内容 是关于三连数 那么既然是三连数 那么只有九个数字 这九个数字 它之间 究竟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要给我们启示一个 什么样的真理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星期 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我们以色列渔民 学习数字 已经有将近十年了 这个学习数字 它是也是有一个不断的成长的一个过程 对吧 这个减 就是说任何一种解经 它都有简单层 对吧 比方说 在数字的层面 它的简单层是什么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数字 对吧 比方说十三 这个最简单的数字 阿哈法爱的数字 等于十三 这个一 和哈的数字等于十三 两个都等于十三 这两个概念有联系 这叫简单层 那么我们学习数字这么多年 那么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追求简单层 那么数字解经当中 更奇妙的一层 叫镜像对应 叫镜像对应 那么镜像对应 比这个简单的数字 更加的奇妙 对吧 充分的体现了 神的设计 这个土耳里边 这个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开的 永远不可能干枯的源泉 什么叫做镜像数字 就是一个对应关系 对吧 我们在学习土耳朵这么久 发现土耳朵里边的很多概念 都是一个镜像对应关系 比方说右边和左边 上面和下面 一个对应的关系 一个镜像的关系 那么镜像关系 在卡巴拉里边 最重要的概念是恩典 恨 恨 有恩典的意思 也有美丽的意思 对吧 这个恨是一个阴性的美丽 当你发现土耳朵里边的 这些基本的概念 可以找到他的镜像对应的关系 那么你可以开探神的奇妙 神的智慧 而且通过镜像关系 解开的奥秘 那么很显然是神的真理的设计 而不是人的一个主观的解禁 那么这个星期我们 有幸给大家来分享 关于约瑟和大卫 两个弥赛亚 隐藏在三连数字里边的 一个对应的镜像关系 当你发现这些对应镜像关系 你能感觉到创造的美丽 对吧 这个自然界 为什么我们感觉自然界那么美丽 因为自然界里边 很多的创造 是一个镜像的对称的关系 比方说花草树木 那都是一个镜像对称的关系 花瓣是一个对称关系 树叶树 所有这些神的创造 都体现一个美丽 为什么我们感觉美丽 美丽是因为镜像的对应 所谓的前呼后应 左右呼应 上下呼应 所谓的阴阳组合 上面下面右边左边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概念 都是镜像的对应关系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回到三连数的 第一个三连数 那当然是一 一一一 那么以前我们对一一 有很多层的解禁 那如果我们要抓住 或者说揭开 这个一一一的一个本质 一个源头 对吧 它的本质 代表什么样的概念 那么一 那么一这个数字 总是代表源头 在所有的数字里边 最特殊的数字 是一 任何一种数字 它的第一个数字 你都可以把它算作一 一是一个相当特殊的数字 因为它代表 因为它代表源头 源头 在托拉里边 在卡巴拉里边 它总是一个父亲的概念 对吧 第一个字母 这个西部来文的字母 大家看屏幕 叫Aleph 那么Aleph 它当然 它的数字等于一 你把它展开以后 叫Aleph 它的数字 就变成了 一 一 一 对吧 所以说这是第一个三连数 那么一一一 这个三连数 在我们今天的 这个两个弥赛亚的关系当中 能够找到什么 镜像关系呢 那么我们刚才给大家分享了 拉比传统认为 拉比传统认为 弥赛亚分两次来 但其实 这个拉比传统认为 弥赛亚有两个 那么我们 通过新约圣经的启示 知道弥赛亚分两次来 我们能不能够 在一一一里边 找到 这个验证 对吧 那么 这个基督教也好 犹太教也好 对吧 伊斯兰教也好 都叫做 这个叫独一神的信仰 依神信仰 依神信仰 就不能够有任何 这个依以外的领受 圣经在这一点是相当的明确 以夫所书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那么你学习土耳也好 学习新约圣经也好 学习卡巴拉也好 要涉及到很多的数字 但是涉及到源头 永远只能是一个一 不可能有三 不可能有二 等等等等 所有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都是一的延伸 而不是源头 源头只能是一 任何在此以外的领受 都是错误的领受 源头 是一 那么 在纳比特传统里边说 有两个弥赛亚 那么根据 这个独一真神的原则 我们可以将其 我们可以说 弥赛亚 只有一个 不可能有两个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来 这个 分享一个相当奇妙的 镜像关系 我们怎么样去证明 约瑟 弥赛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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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的儿子 是同一个弥赛亚 大家看屏幕 那么在今天的 在弥赛亚里边 约瑟说了一句话 叫 阿尼 亚 瀟 我是 约瑟 如果你把 阿尼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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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说 那你反过来呢 你既然是镜像关系 如果你在右边说 我是约瑟我是约瑟 那你在左边应该说 我是大卫我是大卫 对这叫镜像关系 那么镜像关系 如果它的数字相等 那说明这是神的巧妙的设计 那么接下来我们反过来 我是大卫 和我是大卫 等于156 正好是约瑟的数字 好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大家能看懂西伯来文的话 你应该明白我们这里有几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 大卫的拼写 大家看到没有 在西伯来文圣经里边 有两种拼写 一种发音是一样的 就叫David 那么第一种拼写 是中间多了一个U的 第二个拼写 中间没有U的 两个拼写的区别 在于数字相差 10 因为这个U的 是10 那么不管哪一种拼写 那么都是正确的 那么在不同的计算当中 我们会应用 采用 不同的拼写 那么都是正确的 那么第二个细节 你会发现 我是大卫 Ani David 和 在我们重复 Ani David 之间 我们第二个 Ani David 多了一个Vav 那么这也是正确的 在希伯来文圣经里边 反复的重复 是经常出现的 比方说 当神 要启示自己给以色列民的时候 他说 Ani Adonai Ani Adonai 或者说 Ani Adonai 我是 我是 耶和华 对吧 那么两个我是中间 加一个Vav 作为连接 也是符合圣经的 所以说 这些在这个 我们这个计算数字 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你会发现 很多时候 我们会加上一些连词 那么最重要的连词 或者说 最普遍的连词 就是一个Vav 就是一个Vav 当你在 Ani David Ani David 中间加了一个连词 它的数字变成了 156 约瑟的数字 那么这是一个 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令人镇定的发现 完全是一个 明显的 镜像 对应关系 那么 我们第二个关系 是发现 如果111 代表父亲 那么它的终点是什么 对吧 111的终点数是56 而56 正好是父亲 和儿子的数字 父亲叫Abba 数字等于3 儿子 是Ban 52 Abba是4 52加4等于56 56正好是111的终点数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证明了 尽管 111 代表源头 代表父亲 但是父亲里边 有儿子 儿子里边 又有父亲 对吧 所以说 在新约圣经 告诉我们 父亲在儿子里边 儿子 在父亲里边 那么父亲和儿子 是不能分割的 儿子是父亲的延续 父亲 是儿子的源头 对吧 所以说父亲在儿子里边 儿子在父亲里边 从数字上 也得出了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下面一个二连数 就是二 二 二 那么二 这个数字 总是代表 分离 这个一 是源头 二 是分离 一分为二 那么二 总是代表 儿子 对吧 儿子 来自于父亲 但儿子 却要和父亲分离 对吧 这个陀佬里边的第一节 当亚当夏娃 这个被造以后 圣经怎么说 所以 人要离开自己的父母 与他的妻子合一 对不对 这是神的设计 尽管儿子 来自于父亲 但儿子 终将要和父亲分离 这个分离的概念 就是数字 二 二 代表 儿子 那么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 如果有两个弥赛亚 那就两个儿子 但神只有一个独生字 对不对 所以说 Mashiach ben Yusuf Mashiach ben David 如果你把两个儿子合一 就成了一个儿子 对不对 大家看屏幕 如果你以一个儿子 为宗族 看到没有 一个儿子为宗族 右边 放上约瑟 左边 放上大位 等于多少 等于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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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好 是被 whole 投身子的数字 那么这个 投身子的设计 也是相当奇妙 大家看屏幕 怎么个奇妙 希伯来文字母 可以分为三组 第一组是各位 对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是各位 第二组叫十位 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第三组叫百位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 一共有三组 每一组的第二个字母 代表二 对吧 所以说 第一组各位的 大家看屏幕 投身子三个字母 他的第一个字母 他的第一个字母 是各位的第二个字母 他的第二个字母 是第二组十位的第二个字母 他的第三个字母 是第三组百位的第二个字母 反复地强调 二 二代表 儿子 所以说 弥赛亚 作为儿子的概念 是二 二 二 所以说 以儿子 为中族 右边是约瑟 左边 是大卫 他的数字 也是等于 二 二 二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我们发现 这很明显 是一个设计 对吧 这个并不是一个巧合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 三 三 如果一代表父亲 二代表分离后的儿子 那么三 总是代表 分离后的 合一 对吧 在生命术里边 在土耳里边 土耳里边 启示神 创造了一个 二元的世界 二元 是数字二 代表分离 代表痛苦 分离 总是代表痛苦 对吧 比方说 一个家庭 被分离了 对不对 丈夫和妻子分离了 父母和儿子分离了 都代表痛苦 痛苦 那么结合到宏观 神创造天地 是一种分离 是痛苦 所以说我们今天 尽管我们的创造界 是充满了美丽 充满了美丽 充满了神的恩典 但是 人类的整个历史 人生的经历 是一种痛苦 痛苦的经历 那么如果你没有经历到痛苦 那说明你还没有真正的经历人生 痛苦的目的是告诉你将来 会有合一的期盼 盼望 所以说我们信徒 在今天的生命中 是充满了 对将来合一的盼望 所以说三 总是代表分离后的合一 对吧 那么三 是最简单的平衡组合 比方说 在生命书里边 是右边 左边 和中间 那么在一个最基本的 社会最基本的个体 是男人和女人 通过婚姻 成为夫妻 那么夫妻之间 结合以后 他们的第三点 就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这是他们的果子 当夫妻有了果子以后 就会形成三点合一 那么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平衡 对吧 所以说三 总是代表平衡 代表和谐 代表和平 那么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 二 代表有两个儿子 但两个儿子 在哪天合一 两个弥赛亚 两个宗教 对吧 犹太教 基督教 在今天 代表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 仍然没有合一 他们的 争论的焦点 是关于谁 是弥赛亚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在将来 犹大 要主动靠近 约瑟 那么犹大代表 有很多层面 对吧 在弥赛亚的层面 犹大代表 Mashiach 跟David 而约瑟代表 Yosef Mashiach 跟Yosef 这是两个弥赛亚 在另外一个层面 他们代表的是 基督教 和犹太教 那么犹大 以后达 代表的是犹太教 那么Yosef 代表的是基督教 那么两个弟兄 之间 有争斗 因为约瑟 隐藏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犹太教和基督教 也有争论 争论 因为基督教 隐藏了自己的面纱 让犹太教 认为基督教 是败武相 对吧 但终于有一天 在将来 约瑟 要揭开自己的面纱 说 我是约瑟 我父亲 还活着吗 Ani Yosef How old are we Hi 那么这节经文的数字 是三 三 所以说 三三 代表 两个儿子的 合一 好 我们接下来 先休息十分钟 那么十分钟以后 我们再继续分享 好 大家休息好了 继续刚才的分享 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 这个星期 Vayigash 那边最经典的一句话 约瑟 揭开自己的面纱 说 Ani Yosef How old are we Hi 数字等于 三三三 那么这节经文 并没有表面上 看起来的 那么简单 这节经文里边 隐藏了很多层的奥秘 那么在卡巴拉里边 有一个相当奇妙的解经 怎么解经 因为在这节经文里边 有一个单词 很奇怪 叫 Old Old 这个单词 对吧 这简单成 是一个副词 Hi 的意思 对吧 翻译成中文叫Hi 翻译成英文叫Still Avi Ani Yosef I am Yosef Is my father still alive 我的父亲还活着吗 是Hi 但卡巴拉解经认为 这个单词 它其实 它的奥秘成解经 是指身体 Old 它的数字等于80 同根基 Yosef 所以说 这节经文 从奥秘成解经 卡巴拉怎么解经 卡巴拉说 我是约瑟 我父亲的根基 还活着 父亲的根基 那就是约瑟 对吧 意思就是说 表面上说 我是约瑟 我父亲还活着吗 但其实约瑟在说 我是约瑟 我是父亲的根基 我仍然活着 那么令人震惊的是 如果你去考察 我父亲还活着 经文里边的 Old Avi Hi 它的数字 等于 1 1 1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对吧 那么 Old 卡巴拉把它理解为 根基 所以说 我父亲还活着 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Old Avi Hi 我父亲的根基 还活着 它的数字等于 1 1 1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奇妙的解经 那么在卡巴拉里边 根基 是 哥里的 微弯语 对吧 微弯语 那么 这个 Avi怎么解经 Avi说 根基有两种状态 对吧 下垂 和直立 当下垂的时候 被称为 义人 对吧 所以说 在托拉里边 在这个 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边 义人 是世界的根基 对吧 义人是世界的根基 那么什么时候叫义人 当他下垂的时候 称为义人 对吧 那么他的第二种状态 叫直立 什么时候叫直立 直立就代表 他充满了生命 被称为 活着 这是卡巴拉的解经 那么这是两个 矛盾 对立的状态 对吧 你下垂和直立 是两个对立的状态 而两个矛盾 对立的状态 他的合一 体现在 根基 在王国里 那么 根基在王国里 那么在 拉比传统里边 有一个短语 叫 YESOID SHBE MOHUS 根基在王国里 他的数字等于 878 878 正好是 弥赛亚 展开的数字 878 所以说 根基和王国的 合一 就是活着的义人 对吧 那么 活着的义人 这个概念 在圣经里边 有一句相当有名的经文 哈巴古书 二章第四节 在保罗的 罗马书里边 也有引用 叫什么经文 叫义人 必因性 而活着 对吧 西伯来文 叫 VATSADIC BE EMUNA SO 一页 大家看屏幕 那么这节经文 有三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 叫VATSADIC 义人 对吧 按照卡巴拉的解经 什么叫义人 当根基 没有和王国 合一的时候 叫义人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说 约瑟是义人 那么约瑟 在托亚里边 唯一称为义人 的是约瑟 为什么 将约瑟 称为义人 因为 在 这个巴拉萨 Vayashev里边 记载了两个故事 犹大 和约瑟的 两个故事 在两个故事当中 两个故事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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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大和约瑟的故事当中 他们都经历了 女人的引诱 对不对 首先讲到了犹大 犹大 被塔玛 引诱 那么犹大怎么样 犹大 犯罪了 犹大 并没有管住 自己的根基 对不对 没有管住自己的根基 他犯罪了 所以说 在犹大和 塔玛的故事当中 犹大 成了 罪人 他并不是 一个义人 那么接下来 土耳 告诉我们 同一个故事 或者说 类似的故事 发生在 约瑟的身上 约瑟 当年 17岁被卖 长得相当的美丽 英俊 他的主人 帕提法尔的妻子 引诱约瑟犯罪 但约瑟 却没有犯罪 对吧 所以说圣经很明显的 将约瑟和犹大 进行对比 在美女的面前 最能够考验出来 你是否 是义人 那么犹大 他犯罪了 他跌倒了 而约瑟 却没有犯罪 对吧 因为 这个约瑟 他的根基 经历了考验 对不对 他没有犯罪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个拉比解经 拉比的 传统解经 圣经里边 义人的典范 是约瑟 对吧 他没有犯罪 对吧 所以说 在这节经文里边 大家看屏幕 义人 必因性 活着 简单字面成 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 因性称义 简单字面成 对不对 这个圣经有很多层 在卡巴拉层面说 义人 指的是约瑟 对不对 他是义人 所以说 而 活着 大家看到没有 这节经文 三个单词 义人 活着 这是根基的两个状态 对吧 根基的两个状态 义人 活着 义人 因性而活着 Vetadik Be'emunassou 一个业 那么 这节经文的数字 等于 七百四十八 正好 是雅各 和 Mashiach 本 Yosef 约瑟的儿子 弥赛亚 的数字 对吧 所以说 这节经文里边 怎么样 它隐藏了 约瑟的奥秘 你说你这个解经 是否有一点 牵强 那么 如果你只停留在这个层面 你感觉仿佛有一点点牵强 但是 如果你把这节经文的 两个矛盾题拿出来研究 就是第一个单词 和第三个单词 叫 一人将活着 Vetadik 一个业 一人将活着 根基的两个状态 一人将活着 的数字 等于 二百四十三 正好 是约瑟 展开的数字 对吧 Yosef 展开 等于 二百四十三 那么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发现 这个Torah里边的 所有这些概念 简单成 奥秘成 一环 扣一环 这个圣经 你怎么样看 都不可能是人写出来的 人写出来的 怎么可能有这些 不同的层面 这么巧妙的联系 那么 一人将活着 它的数字 等于二百四十三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 一人 和活着 是根基的两个状态 而 约瑟 在卡布拉里边 总是对应 根基 那你说 中间的这个单词 因性 等于多少 它的数字 等于 五零五 正好 是白利恒的家 白利恒的家 是大卫的家 弥赛亚的家 弥赛亚出生于 大卫的家 伯利恒 伯利恒 总是对应 大卫 所以说 同一节经文里边 一人必 因性得生命 我们又找到了 约瑟 和大卫 那么 更令人震惊的是 这个是 更令人震惊 我们又找到了 另外一个 镜像关系 如果你把 因着性 被 重复两次 正好等于 约瑟的家 卑士 Yosef 和 犹大的家 卑士 耶稣大 约瑟的家 犹大的家 两个家 都是怎么样 因性 称义 被 犹那受 数字 1010 对吧 所以说 生命的根基 是约瑟 而根基的生命 是大卫 对不对 根基是约瑟 约瑟要和 大卫的王国连接 他必须要 有生命 对吧 所以说 两个概念 数字的和 正好 也是 333 大家看屏幕 Yosef 加上 David 根基 也 和生命 和 Hain 生命的根基 等于 333 对吧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 对吧 如果 111 代表 源头的父亲 222 代表分离以后的两个儿子 或者说两个弥赛亚 或者说弥赛亚的两次来 而333 就代表 两个弥赛亚的 和一 333 所以说 这个星期的 帕拉夏 约瑟说 Ali Yosef How old are we Hi 我父亲 还活着吗 好 那么如果 333代表和一 那444呢 那么444 最简单的 对应关系 是什么 是藏目 是藏目 是 总是和地有关系 对吧 因为地有 东南西北 神创造的 终极的目的 是与人 在地上同处 对吧 这个启示录 21章 第三节 那么这个地方 我改一下 打错了 启示录 21章第三节 看了 神的藏目 在人间 他要与人 同住 他们要做 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 与他们 同在 做他们的 神 神创造的 终极目的 是在地上 与人 同住 那么地上 与人同住 首先 是通过 圣索 对吧 这个圣索的 希伯来文叫 Mikdash 那么Mikdash的数字 正好 是 四 四 那么 藏目 在地上 同住 代表 消除了 所有的 争端 实现了 完全的 和平 那么在地上 最大的争斗 是大卫 和约瑟 那么代表 雅各的 两个妻子 利亚 和拉杰 那么两组 数字的 两组 概念的数字 也是 四 四 大家看屏幕 首先 Misaya Ben Yosef 约瑟的儿子 Misaya 大卫的儿子 Ben David 那么接下来 将约瑟和大卫 重复 等于 四四 看到没有 镜像关系 那么接下来 大卫 来自于 利亚的家 利亚 加大卫 而约瑟 来自于 拉杰的家 拉杰的家 拉杰 加 Yosef 也是等于 四 四 这是一个 相当奇妙的数字 好 如果四四四 代表圣殿 圣所 那五呢 那么五 总是代表 圣灵 为什么 因为人的灵魂 有五成 Nepheesh Ruach Neshamah Kahiyah Yehida 有五成的灵魂 那么五 总是和圣灵有关系 那么神为什么 要在地上建造藏墓 神在地上建造藏墓 首次提出这个概念 来自于出埃及记 二十五章 第八集 大家看屏幕 那么这节经文 是神首次提出 造 圣所 希伯来 出埃及记 二十五章 第八节 Ve'asunni Mikdash Vishahanti Vishahanti Vishaham 你们要为我 造圣所 Vishahanti 让我可以居住 Vishahanti 在你们 在他们中间 Vishahanti 居住 那么这个单词叫居住 居住 神怎么样居住 在圣所里边 神没有身体 对吧 那么神居住在圣所 是通过神的灵 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 将其称为 Shihina Shihina 是圣灵进驻的概念 对吧 神建造藏墓圣所 是为了让神的圣灵 能够进驻 那么如果我们与圣灵 Shihina 为宗族 右边 是约瑟 左边 是大卫 他的数字 不多不少 正好 是 5 5 那么更令人震惊的是 神启示创造 造圣所的这个经文的数字 等于2120 正好等于 424 乘以5 424 是一个特殊数字 Mashiach Ben David 大卫的儿子 米赛亚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还有更奇特的联系 我们先看接下来的数字666 好 如果555 代表神的圣灵 那么666 总是代表人 为什么 因为6 总是对应人的数字 神在第六天造人 人具有自由选择 在所有的受造之物当中 只有人 具有自由选择 那么人具有自由选择 就意味着 人有两个极端 人可以跌落 到瘦的低谷 所以说666 又称为瘦的数字 但同时也可以修复到 神的形象 正如经上记者说 到那日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藏墓 大家看屏幕 阿摩斯书九章十一节 巴雍哈户到那日 那么西伯来文的巴雍哈户 总是指千禧年 巴雍哈户 阿均 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藏墓 那么大卫倒塌的藏墓 在什么时候得建造 千禧年 那么为什么说 我们说这节经文相当奇特 因为如果你考察这节数字 经文的数字 它等于1696 等于424乘以4 大家看到没有 当圣经首次提到 要建造藏墓 它的数字 等于424乘以5 当神提到 要重新建造大卫倒塌的藏墓 它的数字是424乘以4 424乘是大卫的儿子 弥赛亚 代表弥赛亚第二次来 神的藏墓将通过弥赛亚重建 这个藏墓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很多层面 在旷野里边叫藏墓 在以色列里叫圣殿 选民的身体也叫藏目 人的身体也叫藏目 弥赛亚的身体也叫藏目 都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从哪个地方 能够看到约瑟和大卫 和数字666的关系 什么叫藏目 藏目的本质就是神的国 主导文怎么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愿你的国降临 主导文里边有一个愿你的国降临 国的希伯来文叫 Mo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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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根基的新娘 神在地上建立 他的国 就是给弥赛亚 找新娘 那么在地上 如同在天上 神的国 要建立在地上 那么如果你与王国为宗族 Mohus 大家看到没有 右边 是约瑟 左边 是大卫 他的数字等于多少 等于 666 意思就是说 尽管666 在简单字面成 是不好的数字 瘦的数字 那是人的另外一个极端 跌落到了瘦的层面 但同时 当神 当弥赛亚修复大卫 倒塌的藏幕的时候 他也是666 那么666 他的好的一面 代表人的完全的修复 神的国 建立在地上 好 那么666给大家分享以后 那么下面一个三连数 就应该是777 那么7 总是代表安息日 对不对 总是代表安息日 因为安息日 是第七天 那么6000年 对应现在世界 第7000年 就是千禧年 对于安息日 那么安息日 千禧年 同一个概念 那么弥赛亚 在地上作王 并不是在现在世界 因为在现在世界 没有弥赛亚作王 那么弥赛亚在地上作王 是在千禧年 对吧 所以说大卫的儿子 弥赛亚作王一千年 代表神的救赎 代表安息日 对吧 那么大卫 代表弥赛亚第二次来 那么大卫和安息日的数字 正好等于777 大家看屏幕 David 安息日 Yong Ha Shabbat 等于多少 等于777 对吧 因为大卫 在生命书里边 对应的是王国 王国 同时也是对应的是 安息日 因为 王国属于 情感属性的 第七个属性 数字等于7 对吧 所以说 安息日 代表的是新娘 对吧 所以说 为什么神的选民 要守护 安息日 对吧 因为安息日 代表 这个弥赛亚的新娘 那么犹太人 遵守安息日 相当的严谨 那么我们反复给大家分享了 作为基督徒 你可以 你可以不像犹太人 那么严谨的遵守 但是你不能够 不遵守 对吧 遵不遵守 是一个原则的问题 是个态度的问题 如何遵守 那是一个细节的问题 对吧 可以有文化的区别 有时代的区别 都可以 但是你不能够说 我不遵守 安息日 对吧 所以说我们反复给大家 强调 这个问题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 要纪念 安息日 要守护 安息日 对吧 所以说 遵不遵守 是个态度问题 是个原则问题 怎么样去遵守 是一个细节问题 那么神的账目 建立在地上 当然代表最后的救赎 那么救赎的西伯来文 叫耶稣阿 他其实就是耶稣的名字 多了一个 嘿 对吧 当天使 给 当玛利亚怀孕的时候 天使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 耶稣阿 意思 他要救赎他的百姓 对吧 救赎 耶稣的名字 是救赎 对吧 耶稣阿 是个名词 名词 代表 他的意思是救赎 那么如果 以这个 词尾的这个嘿 作为宗族 将救赎 成镜像排列 大家看到没有 怎么样镜像排列 他的正常的拼写 叫耶稣阿 ユ的姓 瓦 阿尹 嘿 那么如果你 你以这个嘿 为宗族 那么你成镜像 对吧 他的右边是阿尹 那左边就是阿尹 右边的第二个字母 是瓦 那左边的第二个字母 就是Val 右边的第三个字母 是Shin 那左边的第三个字母 就是Shin 右边的第四个字母 是Yud 那么左边的第四个字母 就是Yud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一个金灯牌 的一个 一种镜像的排列 对吧 他有一个宗族 是嘿 那么你如此排列以后 他的数字 等于七七七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七七七 代表救赎 代表救赎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经文 相当的奇妙 怎么个奇妙 在四篇一百一十七篇 第一节里边 有一节经文 那么这节经文 讲到了所有的外邦国 赞美耶和华 那么在今天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在今天 这个外邦国赞美耶和华 只停留在 这个基督教 和犹太教 但在将来 在千禧年 所有的外邦国 都要赞美耶和华 大家看屏幕 这个经文 Hallelu et Adonai kou goyin 所有的外邦国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shabhu hu 你们要 送赞他 kou ha 五命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民主 那么很显然 这是讲 将来 千禧年 对吧 如果你考察 这节经文的数字 它等于1080 正好 是153的数字 大家看到没有 153是一个特殊数字 在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里边 启示为 简选的选民 对吧 153条语 153 怎么样用西伯来文表达 叫Meya Hamishin Veshanosh Meya 100 Hamishin 50 Veshanosh 有3 150 有3 153 153的数字 等于1080 正好 是 外邦国 赞美 耶和华的经文 但是更奇特的是 前半部分 经文 Hallelujah S Adonai Cogoyin 所有的外邦国 你们要赞美 耶和华 这半节经文 加上约瑟和大卫的数字 等于 777 对不对 这个外邦国 他怎么可能 赞美 耶和华 只有怎么样 通过 弥赛亚 外邦国 通过弥赛亚 才能认识 耶和华 对不对 你不认识 耶和华 你怎么去赞美 耶和华 那么 更奇特的是 这节经文的 后半部分 叫 Shabhuhu Shabhuhu 口号命 万民啊 你们要颂赞他 那么 这后半节经文的数字 等于473 正好 是153条 大鱼的数字 加上 约瑟 和大卫 153条大鱼的 表达方式 叫 Kuflun gimo 153 Kuf100 Lun 50 gimo 3 153 这是 希伯来文的 数字的另外一种 表达方式 153 大鱼 Gadin Gadolin 153条大鱼 加上 约瑟的数字 Yosef 大卫 等于473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令人 开叹的 完美的 镜像数字 看到没有 简简单单的这节经文 大家我们来 我们来回顾一下 表面上 简简单单的 告诉我们外邦人 要赞美耶和华 那么 经文的数字 等于希伯来文的 153 暗示 153条鱼 那么外邦人 怎么可能赞美耶和华 通过弥赛亚 前半节经文 加上约瑟大卫 等于777 后半节经文 加上大卫 或者说 减去大卫约瑟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是 加 你可以把它减 473 减去约瑟大卫 等于多少 等于153条大约 对吧 反复的启示给我们 153条大鱼 那么这些相当奇妙的 镜像关系 充分的告诉我们 这一切都是神的 神奇的设计 好 那如果777代表救赎 那8呢 那么8这个数字 总是代表 新的开始 对吧 第8天 新歌礼 代表新的生命 那么安息日后的 第二天 叫第8天 同时 又是第一天 所谓的高八度 纯八度 是新天新地的概念 对吧 所以说千禧年 是第七个千年 那么第七个千年以后 怎么样 就是第八千年 所以说八 总是代表 新天新地 好 那么新天新地 这个不单单是 新约圣经的启示 在这个西伯来文圣经里面 也有 以赛亚书 提到了 新天新地 那么 新天新地 我们怎么样能够找到 大卫和约瑟的关系 我们知道 大卫 总是代表 王国 而 约瑟 总是代表 根基 那么根基 是连接天 与地的 一个中间地带 对不对 在生命书里边 根基上面的 所有的属性 代表的是天 而王国 总是代表 地 对吧 所以说 约瑟 代表的是天 大卫 代表的是地 对吧 约瑟 弥赛亚约瑟 代表新天 弥赛亚大卫 代表新地 对吧 所谓的天地合一 对吧 所以说属天的约瑟 就变 就到了地上 而属地的大卫 又到了天上 对吧 天地合一嘛 地变成了天 天变成了地 这叫合一的概念 那么令人震惊了 这个是相当令人震惊 新天的西伯来文叫 Shamayin Hadashi 对吧 这个短语来自于 以赛亚书 新天 加上 我是大卫 Ani Ani David 等于 巴 巴 巴 同样的道理 那么约瑟呢 大卫 他本来是地 变成了天 那么约瑟 本来是天 他变成了地 对吧 所以说新地 叫 Ares Hadasha 那么前面加一个bit 在它里边 因为根基 在王国里边 加一个bit 你如果大家对 西伯来文比较熟悉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天 是阳性 大家看到没有 Shamayin 是个阳性 而且是复属 而地 是阴性 对吧 所以说地是王国 是阴性 Ares Hadasha 是阴性 对吧 所以说新地 加上 Ali Ali Yosef 我是约瑟 他的数字 仍然 是八 八 那么这是一个 相当令人震惊的 镜像数字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全部是镜像 对称 而且 全部是围绕着约瑟 和大卫 弥赛亚 约瑟的儿子 弥赛亚 大卫的儿子 弥赛亚 那么如果我们 与弥赛亚的 伪字母 为宗族 看到没有 Mashiach 以Hat 为宗族 两边 对称 加上 右边的 约瑟 左边的 大卫 他的数字 仍然 是 八 八 八 那么另外一个 八八八 我们大家比较熟悉了 叫 纳弥赛亚 展开 哈 马西亚 八八八 那么在 约瑟 对应 八八八 在经文里边 有一个相当有名的 经文 是雅各 给约瑟的 祝福 下个星期的 叫 Ben Podra Yosef Ben Podra 阿雷 阿因 约瑟 是 多结果子的数字 他的数字 八八八 什么叫 多结果子的数字 因为约瑟 是根基 生养众多 数字 八八八 那大卫的数字 等于八八八 是哪个词组 是大卫王 Menech David 和他的妻子 Batsheva 八四八 对吧 因为大卫和八四八 的结合 生了 所罗门 对吧 所以说大卫最爱的妻子 是Batsheva Menech David 加上Batsheva 他的数字 等于八八八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震惊的发现 对吧 所以这个星期我们有很多 令人震惊的发现 好 那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我们都讲了 那九呢 对吧 我们回顾一下 一代表神 二代表儿子 三代表合一 四代表圣殿 五代表圣灵 六代表人 七代表救赎物 八代表新天新地 好像到了新天新地 这个故事就应该结束了 那九代表什么 对吧 这个星期我们思考了一下 九代表什么 那么在卡巴拉里边 九总是代表真理和永恒 对吧 真理和永恒 是新天新地的特征 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 没有真理 真理被隐藏了 真理被歪曲了 今天我们以为是真理的 都是谬误 对吧 我们真正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谬误的 它偏偏又是真理 所谓的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对吧 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 都不认识真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是一个谬误的世界 是一个谎言的世界 那么将来的世界 新天新地 是一个真理的世界 因为到那一天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也不再有隐藏 也不再有面纱 那么一切都真相大白 那同时 新天新地代表永恒 代表永生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没有永生 今天这个衣服 新衣服 穿一年就旧了 对不对 这个房子 几年以后也旧了 再漂亮的东西 那么也要旧 再新的东西也要旧 这个人 对不对 二三十岁 年轻人 精力旺盛 三四十岁 就到顶峰了 五六十岁 走下坡路 七八十岁 基本上就要入土了 对吧 那么人 在今天 人的身体 没有精力 永生 我们在今天 经历的是一个 谎言的世界 是一个短暂的世界 没有永生 没有永生 充满了死亡 但在将来的世界 必将是一个充满真理 和永恒的世界 为什么数字九 代表真理 和永恒 对吧 那么因为所有的九的倍数 都可以回归到九 代表永恒不变的真理 大家看屏幕 一乘一九等于九 二乘一九等于十八 那么一加八等于九 三乘一九二十七 二加七等于九 四乘一九等于三十六 三加六等于九 五乘一九等于四十五 四加五等于九 好 到了这个地方以后 你会发现 接下来的全是镜像关系 六乘一九等于五十四 看到没有 五十四和四十五怎么样 这个镜像关系 倒过来了 所以说五加四 当然等于九 七九六十三 和上面的三十六 怎么样 这个镜像关系 所以说六加三 也是等于九 八九七十二 和上面的二十七 怎么样 这个镜像关系 所以说七加二 也是等于九 九九八十一 八和一 和上面的十八 怎么样 是一个镜像关系 所以说八加一等于九 那么这是所有的数字里边 唯一的一个现象 只有九 有这个特点 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 这九个自然数 只有九 有这个特点 对吧 所以说九 代表真理 真理 是不变的 你不管怎么样去弄 最后它都等于九 对吧 所以说代表真理 真理的希伯来文叫 MS 它的小数字 一加四加四 等于九 那么真理的第一个字母 是aref 这是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代表起初 它的最后一个字母 是tav 这是字母表的最后一个字母 代表幕后 那么中间的字母 叫mem 是终点 为什么 因为尽管 希伯来文字母 有二十二个字母 但是它有五个字母 有词尾 如果你把五个字母 词尾加进去 它就有二十七个字母 而mem 正好是第十四个字母 十四是二十七的终点数 什么意思 真理 是贯穿 全部 对吧 所以说真理的希伯来文 是希伯来文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 正中间的一个字母 和最后一个字母 代表真理 是贯穿 全部 穿越 时空 它是永恒的 是不变的 对吧 那么真理 就是将来世界的特点 对吧 我们如果以真理的 首字母 Ali 为宗族 左右 镜像拼写以后 它的数字等于 881 881 是153个直数 再次提到153 神的选民 它的特点 是追求真理 那么每一个神的选民 今天能够认识神 那么不是因为我们 找到了神 是神 找到了我们 为什么 我们相信 有一个绝对的神 因为我们追求真理 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神 因为他们不相信 这个世界 有真理 什么叫真理 真理就代表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 但是在今天社会上 绝大多数人 他不相信 有一个绝对的价值观 他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 一切都是稀里糊涂的 一切都是 叫什么 叫丛林正 叫丛林交易 丛林原则 对吧 进化论原则 对吧 强者为王 对吧 如果你有权利 你有金钱 你就是真理 所以说他们不相信神 但是我们今天相信神 因为我们不相信 真理来自于强权 我们不相信真理 是用真金钱买来的 我们相信真理 是永恒的 是不改变的 我们相信真理 是跨越所有的价值观 真理 是绝对的 是唯一的 因为神 是真理 因为我们相信真理 因为我们追求真理 那么真理的神 才找到了我们 那么那些不相信神的人 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有绝对的真理 对吧 所以说选民 他的特点之一 是追求真理 那么999 在约瑟和大卫身上 是怎么样体现的呢 那么回到 这个诗篇里边 这集经文 诗篇 104篇 33节 我要唱歌给耶和华 用我的生命 我要向神歌颂 北欧地 什么叫北欧地 最后一个单词 搞不懂什么意思 对吧 最后一个单词 是个难点 搞不懂 那么这个拉比 怎么解经 拉比说 这节经文里边 隐藏了奥秘 很显然 上半节经文的 最后一个单词 嗨也 我的生命 和后半节经文的 最后一个单词 偶地 是个对应关系 嗨也 是我的生命 那偶地 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对吧 因为这个 old 是一个父词 对吧 这个约瑟 说 Annie Yusuf How old are we high 我是约瑟 我的父亲 还活着吗 那么在 作为父子翻译 很通 很通顺 那么在这个地方 他把它作为名词 我没法翻译 什么叫做 偶地 我的什么 不知道 对吧 这个圣经 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中文 好像翻译倒是很痛快的 一下给翻译出来了 对吧 那么他是根据上下文 他猜测 那么如果 上面叫我的生命 下面也是我的生命 所以说中文把它翻译成 我还活着的时候 但是拉比提问题了 拉比说 搞不懂什么意思 搞不懂 但是呢 这两个单词 是近相关系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一个拉比阶级 相当令人震惊 这个拉比是哈巴的 第一代拉比 他说 他说两个单词 都是活着的意思 因为第一个活着 对应的是耶和华 那么第二个 偶地 也是活着 他对应的是 耶和华 对吧 那么 这是两个 不同层面的 活着 第一个活着 因为对应的是光 耶和华 对应的是光 第二个 活着 指的是器皿 什么意思 换句话说 第一个活着 对应的是灵魂 因为灵魂 本来就是活着的 永生 而第二个活着 偶地 指的是身体 指的是身体 对不对 身体 代表的是器皿 所以说 在这届经文当中 第一个活着 指的是灵魂的活着 第二个活着 指的是身体的活着 那么这也是 拉比 将 old 这个单词 解释为 根基的依据 对吧 当约瑟说 阿尼 阿尼 尤尔 尤尔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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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 还活着吗 这个地方的活着 拉比 把他解经为 根基 他的依据 就来自于 这节经文 在这节经文里边 我的活着 是我的身体 活着 那么在 约瑟和大卫 和大卫的 对应当中 约瑟 总是对应光 约瑟代表 第一个活着 而大卫 总是代表器皿 代表第二个活着 那么圣经里边 并没有给我们启示 新天新地的细节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真理 和永生的世界 永生 不单单是 灵魂的永生 因为灵魂 本来就是永生的 永生 指的是身体的永生 身体不再死亡 所以说 这三个概念的数字之和 正好是999 我的灵魂 我的生命 HIGH 我的身体 OD 加在一起 再加上真理的 镜像排列 等于999 那么我们知道 我的灵魂 对应的是约瑟 我的身体 对应的是 大卫 对吧 所以约瑟 Yosef 加上 弥赛亚时代 以 Mos 哈马西亚 加上大卫 也是等于 999 好 所以说999 代表的是真理 代表的是永生 将来我们的灵魂的永生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身体的永生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三点数里边 隐藏的救赎的奥秘 我们接下来休息十分钟 那么十分钟以后 我们继续给大家自由提问 好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 自由提问 解答大家的问题 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小数字 能否再简单解释一下 那么小数字的意思 是去零 对吧 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 一到九 它的数字和小数字是同一个数字 对吧 那么从十到二十 三十 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十 它的小数字 就是一二三十五六七八九 去零 百位 一百两百三百四百 它的小数字是一二三四 这叫小数字 比方说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的 真理 emmet emmet 它的数字 是四百四十 因为第一个字母 alif是一 第二个字母 mem是四十 第三个字母 tav是四百 四百加四十加一 四百四十一 它的数字是四百四十一 那你说 它的小数字呢 alif它的小数字是一 mem 它的数字是四十 去零变成四 tav它的数字是四百 去零也变成四 所以说一加四 加四 等于多少 等于九 所以说 emmet 真理的小数字 等于九 这叫小数字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安息 祖碑的基督徒在哪里 干什么 在天堂里边 还继续祷告吗 他能看见我们这些活着的亲人吗 安息祖怀的基督徒 什么 他意思就是说 去世了的基督徒在哪里 那么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在今天 人死了以后 有两个地方 可以去 一个叫地狱 一个叫天堂 对不对 地狱的希伯来文叫 Gehirun 天堂 这个说法的话呢 有很多种 那么在拉比传统里边 把它称为一点园 Gang Adam 天堂 其实就是乐园 对吧 所以说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旁边的一个强盗 对旁边的一个强盗说 你今日要和我 在乐园相见 对吧 那是一点园 Gang Adam 那么一点园 也是安息日的概念 Gang Adam 但我们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一点园也好 乐园也好 地狱也好 它都不是终点站 它是一个中转站 中转站 等于什么 中转站 是在等候 死人复活 对吧 那么今天所有死的人 有两个地方 或许 在地狱 或许 在一点园 在天堂 等候 死人复活的日子 好 他们在干什么 那么 在拉比特传统里边说 灵魂 在一点园里边 是在享受 神的温暖 意思就是说 人在乐园 天堂里边 是很舒服的 所以说 各种宗教 有不同的说法 什么极乐世界 佛教的极乐世界 等等等等 同一个概念 同一个概念 当人死了以后 灵魂脱离了肉体的 束缚 在一点园里边 是很舒服的 拉比特书与说 在享受 神的温暖 他的描述就好像 你在海滩上 晒太阳 懒洋洋的意思 很舒服 反正 很舒服 那么从其他的 卡巴拉的 这些 启示当中 我们知道 那么灵魂在 一点园里边 他也可以提升 即使在 在地狱 他也有休息的时候 对吧 这个地狱当然是很痛苦 但是每逢 节假日 每逢节假日 地狱里边 也会舒服一下 哪些节假日 安息日 每逢安息日 在地狱里边 也好受一点 还有就是节期 约节 诸鹏节 等等等等 这些节期 那么即使在地狱里边 也会缓解一下 那么你如果在乐园 那更舒服 那么很多时候 会通过这些节期 这个灵魂 在一点园里边 得到提升 得到提升 对吧 所以说 在卡巴拉的 这些著作里边 告诉我们 人即使在一点园里边 也可以提升 也可以提升 所以纳比认为 这个人在一点园里边 也要学习土啊 那么究竟在一点园里边 是怎么样一种状况 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也没有去过 但是呢 是很舒服的 这一点可以 那么这点我们知道 怎么样的舒服 不知道 那么第三个问题 他们能看见 我们这些活着的亲人吗 那么一般的说来 这个乐园也好 地狱也好 和我们今天的物界 是有一个鸿沟 没法跨越的 而且 当灵魂 进入了一点园也好 那么它会完全地脱离 和地上的人的 往来 当然 总是有个别的案例 总是有个例 有例外 很多传说也好 有些人 在死了以后 他仍然要和地上的人交通 但这是一个个例 一般的说来 这个灵魂 和地上的事情 它就没有任何沾染了 没有沾染了 因为它在天上很舒服 它没有必要 在和地上 有各种交往 下面一个问题 约瑟 岳父 是安城的祭司 埃及怎么还有祭司 埃及不是不认识神吗 在约瑟时代 埃及法老 头上三尺有神灵 后来不认识神了 那么这个其实很简单 每一个文化 每一个民族 它都有自己拜的神 这叫偶像崇拜 那么每一个 偶像崇拜的 这个体系 它都有一个祭司 所以说埃及 是偶像崇拜的天堂 偶像崇拜的 这个集散地 所以说它当然有祭司 他是偶像崇拜的祭司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现在的周日礼拜 合乎神所定的节期吗 那么神的节期 只有那么几个 对不对 在立位纪二十三章 提到了神所有的节期 对吧 那么安息 那么星期天 那当然周日 它不属于节期 基督徒认为周日聚会 是纪念主耶稣复活 现在的周日 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吗 当然你说 那么基督徒 基督徒可不可以在 星期日聚会 当然可以 对吧 哪天聚会都可以 对吧 如果要纪念 耶稣基督复活 也是可以的 对吧 尽管圣经里面 没有这个要求 那么你要自罚的 将周日定为纪念日 这没有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 你不能够用星期日 去取代安息日 那么这个是有问题的 对吧 你要在安息日以外 要吝啬一个纪念日 这个没问题 对吧 你要每天 这个纪念都可以 但是呢 你不管怎么样去纪念 你不能够将安息日 给废掉了 这是不对的 第二个问题 上次说到 妓女是个职业 那所罗门时代的妓女 妓愿合法化 还是打击妓愿 如何妓愿合法 不就成了耶路撒冷 也有妓愿 如果不合法 经文没记录审判 他们的罪 这个故事 是否有预表意义 否则这个故事 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还没有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说我没有答案 没有答案 那么 那么尽管 其实在妓娜里边 有禁止 这个有禁止妓女的 所以说这个应该是 不合不合法的 那么 具体 所罗门时代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那么这个我也不知道 没有研究过 下面一个问题 启示录七章第四节 我听见 以色列人 各支派 受孕的数目 有十四万四千 我又看见 高阳在西安山 有十四万四千 在他宝座前 仿佛新各 出了地上买的 十四万四千 这里的以色列人 和各支派中 受孕的数目 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 是指着 如今实际血缘的犹太人吗 这是属灵上得救的 象征数目吗 好 那么今天的犹太人 是犹大支派 立位支派 和变阿敏支派 对不对 那么其他的十个支派 在哪里 不知道 对吧 也没有人知道 只有神知道 对吧 所以说 犹太人 今天的犹太人 是犹大支派 立位支派 和变阿敏支派 其他的支派 只有神知道在哪里 那么 这里提到的 十四万四千人 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 其实我们也没有通达 以前我们有过相类似的文章 但是呢 我们感觉 还没有一针见血的 把这个奥秘给大家解开 对吧 所以说需要神不断的 带领 这个启示给我们 那么 但是很显然 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是指的外邦人 那么 所以说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十四万四千人 是 这个血缘上的 以色列人 的代表 的代表 对吧 但这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 需要进一步的学习 进一步的学习 所以说在我们 进一步学习以前 我们不便 给你妄下断言 妄下结论 下面一个问题 问题三 中美贸易战 我认为 对应的经文是 启示录 两脚 如同羊羔 说话 向隆 但一里书 十一章四十节 到四十三节 我找到一个证据 就是但一里书 十一章四十节中 交战用的单词 是 用脚顶 把国家 把国家比喻成了 有嚼的 兽 与 启示录呼吟 现在 想要找到 更多的数字证据 这个犹太社区 有没有研究 解经 发掘出来 古罗马 吞并 古埃及 古埃及 犹太教 发展起来 这个是不是 预表 守律法的教会 要在中国壮大 我看到不少弟兄 看出来 这个门道了 那么这个的话 我倒不知道 我还没有研究过 如果我没有研究的话 那么我不便跟你 瞎讲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第一个字母 alif的数字 是1 展开后 是alif 数字变成1 111 怎么样展出来的 那么这个 其实很简单了 对不对 这个 刚才我们在讲的时候 这个 有弟兄 在这个留言里边 已经打出来了 alif的数字是1 它展开以后 是alif lamed pay lamed 的数字 的数字是30 pay的数字是80 对不对 80加30 等于110 110加1 等于111 111 这是相当简单的 是吧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可以吃 鸡 鸭 鹅 的 自由吗 那么 因为 在 陀佛里边 要求 在献祭的时候 那么 不能吃 自由 要把 自由 献给神 自由的话 是好东西 对吧 要把它献给神 所以说 按照相同的原则 我们在吃 鸡鸭鹅的时候 我们不应该 去吃 自由 应该尽量的 尽最大的能力 将 自由分离 对吧 将 自由分离 当然 你这个是做不到 绝对的 对吧 即使 犹太人 他们的 kosher 尽管他们要将 油 分化出来 但是有些油 也是没法 分出来的 比方说有些油 和肉贴在一起的 你没法分 也没法分 但是你能够分的 那么你就要 把它分出来 不要去吃它 问题是 你的衣服 当时 长 洁白 你的头上 不可缺少 膏油 是不是说 头发 要涂定型剂 做发型 膏油 现在有固定的 和液体的 这个犹太人 有没有一个规定 我自己 用 冰麻油 提炼浓度高的 效果不好 这个要求 怎么遵守 那么你的衣服 它这个意思 是什么呢 这个并不是 简单字面 才能理解 你的衣服 应该经常 洁白 衣服 是代表 人的三件衣服 人的意念 言语 和行为 对不对 你的衣服 要时常 洁白的意思 我们要保持 我们的意念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 和我们行为的 纯正 是这个意思 你的头上 不可缺少 膏油 那么膏油 膏膜 对不对 这是圣灵的膏膜 是神的 恩典的膏膜 神的圣灵的膏膜 托拉的膏膜 领受奥秘城的膏膜 是拣选的膏膜 是这个意思 对吧 并不是说 你要在头上去抹油 那么今天也 没有犹太人 我没有看到 有犹太人 在头上抹油的 对吧 而且你即使要抹油 都是抹橄榄油 对吧 没有抹这个 这个 这个兵马油的 你真的要抹油 你抹橄榄油 橄榄油是最好的油 在圣经里边 抹油 都是通过橄榄油 但是今天我没有看到 这个犹太人 有抹油的这个习惯 下面一个问题 两个144万4千 一个在地上 一个在天上 那么加在一起 288000 288正好是 创世失落的 圣洁的灵魂火花 可以这样理解吗 当然可以 对吧 这个以前我们给大家分享过 可以这样理解 对吧 144 加在一起 288 可以这样理解 下面一个问题 有说法 下潮是古埃及 请问 有没有这方面的支持 那么这个 我没有去研究过 没有这样去研究过 所以说我也 这个不好发表评论 但是呢 中国的 这个祖先 当初是从 两河流域过来的 这个应该是这样的 全世界的人口 都是从 这个两河流域 迁移过来的 这个是圣经里面 是有依据的 八别塔 这个变更的语言以后 所有的人 散步 到世界 各个地方 那么也就是在那个时候 对吧 八别塔的人 东迁 到了中国 对吧 这个 这个全世界所有的人 他的源头 都来自于 以色列地 都来自于 两河流域 都来自于 诺亚的三个儿子 那么 这一点 我们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大家 不要忘了 古埃及 是黑人 对吧 因为古埃及 是属于 寒的后裔 是黑人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 牧师能否在教会 为没有领结婚证的人 举行 结婚典礼 那么 关于结婚的问题 因为在 陀拉里边 在圣经里边 没有明文规定 怎么样算结婚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这个问题 就应该遵守 当地的法律 风俗习惯 的规定 对吧 如果当地有法律 按照当地的法律执行 如果当地没有法律 就应该按照 民间的风俗 执行 都可以 对吧 所有的婚姻 就是两个人 男女 男人和女人 对吧 走在一起 结婚 建立家庭 这叫结婚 对吧 如果当地法律 规定要 领结婚证 那就领结婚证 如果当地的法律 没有这个规矩 那么就按照 当地的风俗习惯 该怎么办 怎么办 那么只要是符合 当地的风俗习惯 所接受的 结婚 都算结婚 都算结婚 对吧 你甚至有没有 这个教会 帮你主持 典礼 那都是次要的 说白了 对吧 说白了 这个犹太人 今天的结婚典礼 其实是受到了 基督徒的影响 基督教的影响 因为在土耳里边 没有这些规律 在土耳里边 没有告诉我们 怎么样才算结婚 但在土耳里边 他偏偏告诉我们 怎么样才算离婚 对吧 在土耳的记命里边 提到了离婚 但从来没有提到结婚 对吧 所以说怎么样去结婚 其实并没有限制 那么只要是符合 当地的风俗习惯的 都可以算为结婚 所以说 回到你的问题 牧师能否在教会 还没有领结婚证的人 举行结婚典礼 那么其实这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 这两个人是不是 真的要结婚 对不对 如果这两个人 真的要结婚 那么请牧师 帮他们举行典礼 那当然可以 对不对 那么 至于有没有领结婚证 这个需要牧师去掌握 就是说 如果他不领结婚证 是什么原因 这个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需要去了解 对吧 如果当地的风俗 是需要去领结婚证 那就应该去领结婚证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自然流产的胎儿 是否可以得救 那么 自然流产的胎儿 只要是胎儿 都没有犯罪 对不对 这个概念一定要吃透 那么 只要是胎儿 都没有犯罪 胎儿犯什么罪 对不对 他的灵魂 并没有受到玷污 灵魂受到玷污 是因为灵魂 进入了身体 在地上 受到了引诱 如果这个胎儿 都没有出生 他当然没有犯罪 对不对 那么他的灵魂 会重新回收 对吧 重新安排 对吧 就好像以前 这个分配工作一样 神重新再安排 这个灵魂再到哪家 哪户去 下面一个问题 死了的基督徒 在天堂还要祷告吗 这个我倒不清楚 对吧 我倒不是很清楚 有可能会 下面一个问题 妇人说 我为你招谁上来呢 回答说 为我招 撒末尔上来 这个问题先 提到过 扫罗知道是撒末尔 就屈身 免伏在地下 拜 那么 撒末尔从地里上来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其实也很好 简 也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 人死了以后 身体埋葬在土里 身体朽坏 在土里边 归为尘土 那灵魂呢 对吧 灵魂有五成啊 对不对 那么 在那笔的解经里边 当然有不同的领受 那么 有一种说法 按照这个人的 这个生命的高低啊 那么有的人 他的灵魂有一部分 会停留在地上 在坟墓上 会经过一段时期以后 才会离开 对不对 所以说 撒末尔从地里边上来 这个也不足奇怪 对不对 你不管他从地里边上来 从天上下来 从门里边进来 他都是跨越了一个空间 跨越了两个界 对吧 从灵界进入了物界 对不对 所以说 撒末尔从地上上来 这个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对吧 你不能说他是撒旦 他是鬼 对不对 你不管怎么样来 从地上来 从天上来 从房间里边出来 从窗里边进来 他都跨越了两个界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强盗在去世那天 就进入了伊典园吗 在灵魂的五层当中 进入伊典园的是 他的哪一层灵魂 这个我不知道 对不对 具体是哪一层灵魂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的确 他进入了伊典园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犹太的拉比 对迷失的十字派 有没有研究 比方说 拉比他们 知不知道 迷失的十个字派 有可能分散在 哪些国家和地区 那么这个 当然没有人知道 有各种理论 对不对 比方说印度 各个国家 都有宣称 自己是十个字派的 对不对 这个远到日本 朝鲜 中国 印度 非洲 那里都有 北美 印第安人 等等等等 欧洲人 等等等等 有很多理论 各种理论都有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人有清晰度 只有神知道 人不可能知道 下面一个问题 纸油怎么处理呢 扔掉了吗 你可以把它扔掉 对吧 你不要吃就行了 下面一个问题 吃纸油 对人的健康不好 下面一个问题 献祭的时候 规定不可吃纸油 但是没规定 平时吃肉 不可吃纸油吧 因为平时的肉 不是用来献祭的 那么 基本上吃肉的话呢 是按照献祭的原则 对吧 这个凡能够献祭的 都可以吃 不能用来献祭的 都不能吃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对吧 比方说雪 献祭的时候 那个雪 不能用来献祭 雪把它用来 把它要倒在 谈 祭祭的下面 所以雪不能吃 那么纸油的话呢 是可以献祭 只不过呢 不让人吃 是因为纸油太好 那么在 那比的哈拉哈里边 的确制定了 这个纸油 不能吃 那么你如果要辩论说 可以吃 那么这个我们也没法找到 依据来否定 对吧 那么这个是一个领受而已 反正吃纸油 和吃猪肉 是两个 范畴的问题 对吧 吃猪肉是肯定不能吃的 那么吃纸油的话呢 我们是按照基本原则 推论出来 不能够吃纸油 那么犹太人 也是这样做的 对吧 所以说你能够做到 不吃纸油 那是最好 如果你说 我不领受这样一个裁定 那是你自己的 这个选择 这个我们也没法去辩论 下面一个问题 如果埃及的祭司 是拜偶像的 那么约瑟 岂不是娶了 异教头目的女儿 这不是违背了 娶外邦女子的律法 这个怎么理解 那么的确如此 对吧 话说回来了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他们娶的妻子 是哪里来的 圣经没有交代 但至少犹大的妻子 是外邦 那么这也是让拉比 很头疼的问题 对吧 因为在这个 陀佛里边 记载了很多 这个以色列人 娶外邦的女子 对吧 雅各的十二个儿子 为例 约瑟 对吧 等等等等 那么 有一个拉比的传统认为 约瑟娶的这个女儿 其实 是蒂娜 和四件生的女儿 当蒂娜 被事件 玷污以后 她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 后来 被 领养 到了埃及 领养到 帕提弗 帕提弗的家里 对吧 所以说 这个祭司 拉比特姐已经认为 这个祭司 就是帕提弗 就是约瑟 被卖到的埃及的家 意思就是说 约瑟娶的女儿 妻子 是他的 帕提弗的养女 对吧 那么 拉比在这方面 有很多的 midrash 认为 为什么 帕提弗的妻子 要引诱约瑟 因为他通过 看星象 知道 约瑟 要生他的后裔 他以为 是约瑟 和他结婚 但其实 拉比特 是和他的养女结婚 而他的养女 是四件 和蒂娜的女儿 拉比特一个midrash 意思就是说 约瑟 娶了自己家的 这个应该叫什么 应该叫子女 他的子女 因为这是属于 这个 丽娜的女儿 他的子女 但是不管怎么样 在圣经的 简单字面层 的确 有很多问题 对吧 比方说摩西 娶了 这个叫做 Tipora 这个 这个亚伦 他也是娶的 这个 Ethero的女儿 对吧 所以说 的确 圣经 有很多 这样的启示 也是让拉比 很伤头脑的 所以说 拉比的 统一的处理方案 认为 他们 在娶外邦人 以前 将外邦人 归一 犹太教了 那么这是 拉比的说法 那么我个人认为 这个 我个人认为 这是拉比的 这个 没法解答的问题 对吧 没法解答的问题 因为 如果这个问题 按照拉比的说法的话 那米赛亚 怎么样去取 外邦的妻子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个人的意见 认为 拉比关于 这个 归一 入教的 这种方式 仪式 那么并不是 托拉 启示的 真理 这我个人的观点 下面一个问题 古埃及人 很复杂 有黑人 白人 黄种人 但法老是黄种人 那么这个 我倒不知道 你的依据是什么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 按照 卡巴拉 或犹太传统 人死了以后 灵魂会在地上 停留多久 几天 之后 灵魂归向哪里 那么 这个拉比认为 会停留七天 在塔摩德里面 认为是七天 对吧 所以说 在拉比的传统里面 有首期 但是 仍然认为是三天 人死以后 要经历审判吗 当然要经历审判 也是在上帝面前 经历审判吗 当然是 在审判之后 才确定群乐园 还是阴间地狱 对的 完全如此 是的 人死了以后 肯定是有审判的 下面一个问题 梦见清水中 有好几条蛇 清晰可见 代表什么 那么在拉比的 传统里面认为 如果你做梦 梦见了蛇 是一个好梦 因为蛇 对应的是 希伯来文 希伯来字母 Tet 而Tet 这个字母 在陀拉里面 第一次出现 代表光 Kitov 神看光是好的 对吧 所以说 拉比认为 每当你做梦 梦见了蛇 代表你的生计的问题 得到了解决 也就是说 如果你正在愁 这个下一顿的饭 在哪里吃 你不用担心了 如果你做买卖的话 你担心自己 能不能够挣钱 那么你不用担心了 对吧 只要你梦见了蛇 代表你 会蒙福 会解决你的生计的问题 这是这个拉比界的一个解极 下面一个问题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因义人的背力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就成为义了 还有连续三次梦见换房子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下面一个问题 有人信白物都要吃 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 等等等等 那么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在利用经文 下面一个问题 牛子油可以吃吗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的这种分享 那么也是不要吃的 下面一个问题 吃饭就是献祭 下面一个问题 下面是内经文 老师这段经文 在教会牧师台上经常讲 就不讲唯一 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他们就不再见我 审判 为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我看一下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十六章 第八节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 就要叫世人为罪 为义 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那么自己责备自己 是个意思 每个人 都有一个良心 对吧 人自己责备自己 是因为人自己的良心 为罪 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那么信耶稣基督 是叫做赎罪 覆盖的意思 就像赎罪祭一样 你信了以后 会盖住你的罪 你如果不信的话 你的罪就没有被盖住 唯一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那么这是讲他 定十字架以后 到父那里去 就不再见到他 为审判 是因为 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这世界的王是撒旦 撒旦 受到了审判 那么这节经文的话 当然还有更深的意思 那么这个需要我们 进一步的学习 那么才能给你分解 下面一个问题 约瑟预表基督 要外邦女子 预表外邦人与基督联合 波阿斯和路德的结合 都是预表外邦人和基督的联合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了 的确也是这样理解的 自己责备自己 这句话原文没有 我梦见主耶稣在半空中 闪闪发光 似为是花园 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我也不知道 良心也是神赐给的 完全如此 那么这个良心的话 的确是 这个检查 我们的罪的一个 一个设计 对吧 良心的确是神给的 那么即使那些不信神的人 他们也会受到 自己良心的谴责 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分享 到这里结束 我们接下来 给大家来做一个 上会的 谢谢大家 大家 给大家看看